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討論的題目是聖餐 你知道嗎 很多教會一個月領是聖餐 而且很多人 像我以前我就覺得 領聖餐要小心欸 因為聲音像說 如果我沒有好好的認罪 我就會吃喝自己的罪 就會死 那我說天啊 那我剛才每個月領聖餐 大家都故意遲到好了 我以前真的有點擔心說 喔 這樣子 不是 領聖餐到底對我有什麼好處 到底要幹嘛 後來我才發現 聖經真的是我們得到自由 所以我們直接請看聖經經文 哥林多前書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三節 我告訴你在聖餐裡面有一個很大的應許 很大的祝福 很大的蒙福要給你 我希望你真正懂 請專心聽 你們聚會的時候 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因為吃的時候個人先吃自己的飯 甚至這個飢餓 那個酒醉 你們要吃會難道沒有家嗎 還是藐視 上帝的教會叫納 沒有的羞愧呢 你看這個經文 他提到 你們聚會的時候 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說 你們聚會的時候 我不算你們在吃主的餐 你們不算在吃主的晚餐 為什麼 你要知道那個年代的聖餐 不是你現在教會一個小小的餅 一杯小小的葡萄汁 真正的 那個聖餐是真的吃一頓 只是紀念主耶穌叫做聖餐 但是真的吃一頓 吃餅 吃那個真正吃飽的餅 很像你吃的蔥和餅 但裡面沒有蔥 很像餅 然後喝葡萄酒或葡萄汁 所以這邊才提到個人先吃自己的飯 因為有些人很多人來聚會的時候 你看這邊就在講 你們聚會的時候 你們根本不是在吃主的晚餐 因為吃的時候 個人先吃自己的飯 有人是因為肚子飢餓來吃 有人是想要喝醉來的 你看這邊保羅才提到 甚至這個飢餓 那個酒醉 什麼意思 有很多人來教會吃聖餐 不是來紀念主的身體 不是來紀念主的晚餐 是要 因為我肚子餓 今天教會好像有聖餐 耶 我去吃很多餅 因為肚子餓 我會說我很久沒有喝 好好喝酒了 我來喝酒 那個喝酒 就是為了喝酒或吃飽來 是保羅說不對的 保羅說你們要吃喝就回家吃嗎 不然你看我們後面的背景 你也在後面的背景買就好啦 你幹嘛要來教會這樣呢 難道你要藐視上帝嗎 叫那沒有的羞愧嗎 我們看下面 我向你們可怎麼說呢 可因此稱讚你們 我不稱讚 我當然傳給你們原是從主領舍 就是絕月素被賣那頁拿起餅來 你知道嗎 我們所有教會 我們在領聖餐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這個經文 所以我們再看下一頁 注謝了就撥開說 這是我的身體問你們捨的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 飯後也照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的血俗立的心願 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 為的是紀念我 這次每次領聖餐 大家都用了經文 所以我們大家很熟悉 我就不講解看下一頁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來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 喝主的杯 就是乾飯主的生主的血 什麼意思呢 保羅再次強調 每一次你吃這個餅喝這個杯 是表明主的死 你不是去吃飽喝醉 不是為了今天想要吃飽來 不是因為今天想要喝醉來 是來表明主的死 只等他來 所以保羅說如果你們不按理吃主的餅 吃主的杯 喝主的杯就是乾飯主的生主的血 所以邏輯問題 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 就是乾飯主的生主的血 邏輯問題就是 如果你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 就不乾飯主的生主的血 懂嗎 這是邏輯問題 就是比如說吃飽了就沒有肚子餓 肚子餓就沒吃飽 不會又吃飽又肚子餓 懂意思嗎 就是邏輯 好不按理吃主的餅主的杯 就是乾飯主的生主的血 不按理吃主的 如果你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 就沒有乾飯主的生主的血了 沒問題嘛 好下一頁 人應當自己醒茶 然後吃著餅喝著杯 保羅說什麼 你要醒茶 這邊很多人說 這個醒茶是要醒茶自己的罪 你去看這個原文 沒有罪這個字 人要自己醒茶什麼 人要自己醒茶有沒有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 有沒有乾飯主的身體 如果你醒茶 你沒有按理吃主的杯 趕快悔改 如果你醒茶 你有按理吃主的餅主的杯 你不是來吃飽的 不是來喝醉 你是來禁煉絕約書的 那就沒事啊 人要自己醒茶 然後吃這餅喝這杯 然後他再強調 因為人吃喝 若不分辨主的身體 就是吃喝自己的醉了 還是邏輯問題嘛 你自己醒茶 你有沒有分辨是主的身體 如果沒有分辨 就是吃喝自己的醉 邏輯問題 如果分辨是主的身體 你就沒有吃喝自己的醉了 所以不是說你有沒有醒茶 自己有沒有犯罪 本週有犯罪也沒認罪 認罪的時候吃餅就會死 天啊多恐怖啊 害我每次主日 都故意遲到以前的時候 你懂嗎 這邊人在告訴你 如果分辨是主的身體 就沒有吃喝自己的醉了 不要再害怕去領聖餐 聖餐裡面有一個很大的祝福 你要醒茶 如果你按你吃主的餅 喝主的杯 你有分辨是主的身體 就沒有吃喝自己的醉了 你看應許在下面 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 與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意思是什麼 如果你不分辨主的身體 就是吃喝自己的醉 你吃喝自己的醉 你中間就有好些軟弱的 與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相同的 如果你分辨是主的身體 就沒有吃喝自己的醉 你們中間就很少軟弱 很少患病 連死的都很少 看到應許了嗎 聖餐的應許就是 你好好的 好好的警察 是不是按你吃主的餅 喝主的杯 你是不是分辨主耶穌的身體 如果你做了這些事 你是分辨主耶穌的身體 你就不軟弱 你就不患病 連死的都很少 你就會健康 你就會健康 你會健康 保羅在那個時代 他們動不動被鞭打 動不動因為江河的危險 盜賊的危險 各樣的危險 但是他們領主的聖餐 他們身體有健康 我們再看下面的經文 所以保羅再強調一件事 最後再強調 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於受審 我們受審的時候 乃是被主懲治 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 保羅再強調 你要分辨自己 是不是按主的身體 是不是按理吃主的身體 按理分辨是絕術的身體 我們就不至於因此受審了 我們再看下面 所以最後保羅最後再強調 所以我弟兄們 你們聚會吃的時候 要彼此等待 如果有人飢餓 可以在家裡先吃 你看保羅為了前後文 他再強調一件事 我在講的是 如果有人肚子餓 不要來教會為了吃飽 若有人飢餓 可以在家裡先吃 在家裡吃飽以後再來 再來領聖餐 免得你們聚會 自己取罪 意思就是 你們如果是為了吃飽 來你們就取罪 如果你不是為了吃飽 是為了紀念主的身體 你就要健康 你就要平安 你就要得勝 然後保羅說 其餘的事 我到時候來再安排 這就是聖經真正的意思 不是別人抓一句經文 告訴你什麼意思 而是你自己去看前後文 整個經文到底在告訴你什麼 讓我來問你禱告 親愛的耶穌 我祝福我們在螢光幕前面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 真正得著聖餐美好的祝福 聖餐美好的祝福就是 祂要使你按理吃祂的餅 喝祂的杯 紀念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為你死 為你復活 然後你就可以健康 不軟弱 連死的都很少 這是聖餐的應許 祂要給你的祝福 所以當你身體有任何軟弱 我們常常就這樣 稍微有點軟弱 會有什麼狀況 身體疲乏 我就拿出葡萄汁 我就拿出餅來 我紀念耶穌 為我死在實際上 因祂的編傷 我得一致 因祂的刑罰 我得平安 我就健康 我就平安 我就喜樂了 你也可以這樣 上帝祝福你 Amen 與保佑 在康復 我一定會避免 麻將